我们继续来收看一下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11轮 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主场对阵江苏中潮电缆的比赛 这是本场比赛是由前山东鲁能的教练员齐哥齐志导和马肖阳一同为您解说的 现在是打到了第三盘的双打比赛 前两盘的比赛分别是卫桥队的林高远和马龙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 但是呢以2比0大分2比0领先 我们看到第三盘的双打比赛呢是由费桥队的这个林高远和薛飞对阵呢 这边的是孔令轩孔令轩和蔡伟 其实这里面其实我们主要是想看两点嘛 因为原来之前林高远和延安配双打的时候 两个人呢其实这个胜率包括打起来就是比较艰难 但是后来的时候经过尹小英之导的调教 然后就是让这个薛飞和这个林高远一配双打 就感觉这个效果不错 而且在像好像是应该是对阵81队的比赛中 也还是对阵鲁能队的比赛中 这个双打比赛打得都非常的好 就是说对阵这个强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这个双打比赛就是非常的关键 首先它的这个偶然性比较大 它是三局两胜的 对第三局还是七分 对第三局还是七分 而且呢这个双打比赛有的时候 它讲究这个搭费并不在乎 这个单向的人的那个技术呢 是有多么出色 而是在于两个人呢 这个打球还有这个打法呢 要互补 还有这个打球的这个特点 最后也是有各自的不同 而对面的这个江苏中超电缆队呢 这个像这个孔定轩 这个七十岛应该是对于孔定轩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原来鲁能的 咱们鲁能自己培养的队员 这个队员还是很有特点 真的是非常刻苦努力这个队员 就是刻苦里边的刻苦 非常努力的队员 一直一直从一进队就开始非常努力 对 当然孔定轩成绩也不错 1996年5月9日升到 最好成绩呢 是2013年世青赛的这个男团 男双混双冠军 所以说看孔定轩这个成绩啊 也感觉孔定轩这个双打打得不错 因为他的这个男双混双 都是拿到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 现在就是林高远 和薛飞啊 薛飞你看 上一次我听引人导介绍以后 他为什么启用这个薛飞呢 因为薛飞在今年 在安山举行的这个全国锦标赛 他男双打第二 他是和谁配的 他当时那谁引导跟我说 我可能忘记了 但是他就说薛飞这个双打 就是说他这个就是 打双打也是讲究料嘛 他说你这个材料怎么样 适不适合打双打 就是看他包括今年这种锦标赛的这种成绩啊 就感觉打双打一定不会差的 所以说来讲就大胆的启用了他 看着现在看着越打越好 对而且薛飞这名运动员之前我们也见过 他打的这个单打比赛 然后他这个球两面也是非常有实力 质量挺高 对 质量挺高 现在还是年轻一点 他是年轻一点 还是99年的 很年轻的队员 他的质量是挺高 现在天气转冷了 就这两天又下雪 你包括虽然冰流和雪不如济南大 但是非常比济南要冷得多 今天我看这边这零下6度左右 其实就是这两天 然后这个突然降的温 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讲 其实这是很关键 因为运动员其实到身上两道气色 关键是还把手凉 就是经常看 就是前两年看这平超比赛 当时也是来解说 当时是去看这个女队的比赛 主上女队啊 标志性都是拿一个那种暖宝宝 倒上热水 就是那种毛茸茸的 然后一直去暖手 因为这个手凉了之后 对于打球来讲 他没感觉 对 这是这个影响非常大的 今天的温度吧 应该说你看 今天这个卫桥这边 虽然放暖 它还是有点 有稍微有点冷 对 包括大家 你看可能观众朋友能看到 就在这个观众席上 在这个下边这个 这个看球的 观众也好 包括运动员教练也好 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他也说明这个温度上 就是相对说 真正的比较适合的温度 就是22度左右 对 他也不容易受伤 人也容易进入状态 哇漂亮 这话就真的太好了 越打越流畅 孔令轩应该也是打 听超打了 也是应该是打了几年了 打了记得可能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他之前应该是 我记得如果没错 他之前应该好像也在天津 是打过 对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看到 这个魏乔的教练员 李萧尹指导呢 也是主动叫了一个暂停 不许叫这个暂停啊 你看十比七领先 对 这时候我也看这两个球 这两个人就稍微有点走时 赶紧刹车 对 第一局特别重要 对 因为现在就等于是 一比一啊 五局三胜 对 对吧 你现在就是 等于说你赢一局 就等于说 等于说抢二了 到二了 对 所以好多东西都是 你想这种老教练 这种著名的教练 他就是 他的防范于未然 他在这之前 他就能够想到 我必须的 而且谨慎 绝对不能 不能大意 有好多东西 是啊 今天林高远的 这种 我觉得啊 在场上 可能天冷的关系 好像那种 那种深淡度 那种自由度上 显得 显得稍微有一点卡 嗯 你看这个球 好不容易 滚着 滚着爬着的 把这球 这个球很危险 这球 你看这球啊 你看一下 这个慢点啊 看 人家先上手 然后一个反了 这个要上了 这个球啊 就悬了 对 差这么一点 实际上你现在前面 是二比丁里 超级联赛 但是今天是第十一轮 对 这个 在上一周 是歇了一周 就是停了一周 也不叫歇一周啊 有些去参加公开赛啊 有些是干什么 他有些中间 有一些小的国际比赛 对 就这个运动员教练员的反应 反应 反应 这个都感觉很疲劳 他都是一周双赛 对 最早的时候 超级联赛 没有这么改 他是一周单赛 然后呢 下一周是双赛 再一周是单赛 他现在是每周都是 都是三六 或者是二六 而且对于之前 前两周来讲 因为今年是游运会 是大赛年 所以说这个拼超联赛的 这个日切也是往后推迟了 一个推迟这个缩短了 对 一个推迟缩短了 所以说原来这时候的时候 也不会出现这个场馆 是 就是能到零下这种 能过去打比赛 对 因为还是稍微热一点 打球啊 讲解是 人比较伸展 就是我得打得很好 没打上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薛飞的 他这个直板板拉 这个就是横拉这个动作 是非常的这个舒展 就是这个 他已经撑住了 而特别固定 这种球 这种球就是很好的上手球 今天 今天林高颜还是 似乎有点有点多 包括单打 就是赢了庄志源 但是有些球的处理上 特别是第四球的处理上 确实是有些 可能是广东人对 是不是对这个寒冷的地区 有时一冷了 一会儿说是有一点 他说也不应该 但其实有的时候 我感觉去的 就是南方那边 他那边有那种阴冷 那种湿冷啊 那种感觉 对对对 其实咱们这个北方人 还真不大湿 是是是 潮湿 对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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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要到广东地区以后 它确实是温度高 对 但是你要说 要是在上海 在左右的这一块 就长江流域这一块 虽然叫南方 真冷 对 我觉得还不是咱们这边的 还有那冷啊 对的你是刚才说的阴冷 潮湿的那种 哦 一直哎呦没暖气 嗯 这个球 这把球还是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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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上风 还是上风 整的还是上风 但是就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领先多了以后 两个人又在上边有点 你甩紧不紧 说松不松的那个感觉 对 就说没有说每一个球都蹦着高打 他没有那种感觉 他没有那种感觉 嗯 追求队 加油 鼓冲冲叫暂停了 看看暂停 暂停一下 看看管用吧 嗯 对 确实第二局要是 还落后的时候 确实不好打了 这时候趁着比方还没有拉开 叫一个算平 看快 现在还有点细 对 但其实我感觉像江苏这个俱乐部 我们仔细看了看 他人员构成 除了像装置元81年的 其他的运动员 像双打这个和孔林轩搭档的蔡伟是95年的 其他都是95 96 97 刚才这个孙文我问了问 他不是国家队的队员 他就是省里面的队员 我说这个球 好像看了以后 虽然一般都觉得超级联赛 一般都是国家一队的 甚至是 还不是国家二队的 但是刚才看了看 确实是 是省里的 想想确实 卡不上国家一队的那个党 对 其实主要他们这一年 应该也是以这个练兵为主 都是除了装置人员 之外 其他都是年轻小将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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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 全是你 几乎80%吧 差不多 是的 第一个 我把球打出来 公主 压两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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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可以說這個山東人才被戳 像山東出來的選手 組成一個拼超的二隊 我感覺都已經沒有問題了 是 現在山東他是拼馬大省 對 他這個我覺得還是與經濟有關係 他既是經濟大省 他就是經濟強省 經濟絕境上層建築 還有經濟基礎 這樣的話 林高遠和薛飛就拿到了 本場比賽的賽點 好 代兄 確實差距比較大 這樣的話 林高遠和薛飛的組合 就戰勝了江蘇中韶電纜隊的上打組合 這樣的話 山東衛喬隊主場就以大比分3比0 戰勝了江蘇中韶電纜隊 本場比賽是由齊哥和馬蕭陽 一同為您解說的 觀眾朋友們再見 再見 我也 Hmm 沒法替 分享 需要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